今天十一節的感動時刻 我們要帶您到北投 這一間客家餐廳品嘗 他最著名的招牌菜 就是用苦茶油來炒蝦飯 老闆娘每天要翻攪 超過六公斤重的鍋飯 那麼讓米飯和茶油均勻受熱 只是這一甩鍋 十多年手都變形了 還好兒子來接棒 北投街上這一間客家餐館 屹歷將近二十年了 賣的是家傳兩代的家鄉味 苦茶油是我們台灣特有的一種 一種食用油 保護你的腿 老闆謝伯勳親自介紹 茶蝦飯一定得要嚐嚐 米飯白中透黃卻又粒粒分明 全得要靠大廚的手勁 客家人常用的茶油大火炒新蝦 留住油中的蝦香和魚熱 才能夠炒飯 這個步驟是我媽媽做不來的 讓油均勻在這個飯地上 而且第二個 它就像倒麻糬一樣 就越倒 這個飯就會越來越Q 兩台一斤重的飯再加上這個鍋子 四斤 六斤 茶蝦飯其實是謝伯勳的外婆 為兒女製作的 用營養的茶油炒飯對味特別的好 只是得要費力揮舞六斤的飯鍋 謝伯勳的媽媽幾乎手腕都快變形了 沒有辦法炒了 手這一段長期累積這樣子做 做到現在這個都沒有力氣 從那個阿根廷 這個都是阿根廷的油裡 我們不是 儘管手再痛 蘭秀寬還是親自掌除 他說店面不大卻很溫馨 就是要讓來這兒的客人有家的感覺 來到我們這個店都有一種 好像回家的感覺 就是比較很溫馨 只是做兒女的捨不得母親忍著火爐熱 又忍著痛決定接手餐廳大廚的工作 剛開始廚藝是一竅不通天天練習 還常常被挑嘴的客人半開玩笑說要退貨 他就常常會指明說要我媽媽炒 可是現在客人會反而問我說 我要你炒 不必媽媽在一旁置點 謝伯勳自己就能煮出一整桌的客家菜 從小吃到大的味道 就在小店裡面陰暈飄散 苦香透乾的茶黃色滴入飽滿客家味 和海的鮮美共舞 傳承兩代的節奏演繹韜客難忘的感動時刻 超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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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